你有没有想过 延长婚期啊 为什么 我可不是因为喜欢你 是因为我们要是 一年就结束的话 别人会怎么想 怎么样 屋子打扫的干净吧 你请人打扫过了 我自己打扫的 还不夸我一下 真的假的 看那边 我 哇 金泽伊 这 喂 来看看 你这是 我可不是因为你啊 我是看 这个庭院太荒凉了 所以我就好好改造了一下 坐吧 坐吧 我们的婚期 还有半年吧 怎么了 你有没有想过 延长婚期啊 为什么 我可不是因为喜欢你 是因为我们要是 一年就结束的话 别人会怎么想 你很在意这个 当然在意了 先不说粉丝会不会失望 要是 要是我奶奶 我爸我妈 他们要是知道的话 他们要是知道的话 该怎么办 是啊 如果爸爸妈妈 知道我们要离婚 一定很失望 如果他们知道 我们结婚的真相 应该会更失望吧 延长到时会不会更舍不得离开他们呢 你想什么呢 我 我在想 这个世界上的婚姻 有很多种 有好的 有坏的 有四手终生的 也有像我们这样 有保质期的 虽然都是婚姻 但差别真的很大 你想说什么 坦白说 我真的很喜欢爸爸妈妈还有奶奶 爸爸虽然看起来很严厉 可他从来没有凶过我 妈妈很温柔 总是做好吃的给我吃 奶奶啊 平常看起来是很凶 但是 其实是很疼我的 我知道他们都很喜欢我 也很照顾我 我很感激 可是 如果婚约延长的话 我怕我更舍不得他们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两个没有感情的人绑在一起 是能带来方便 但是时间久了 大家都会不开心 还不如放手 各自寻找自己的真爱 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要 我不要离婚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不要离婚 这种时候 你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你现在突然说离婚 我 我我我我奶奶 我爸我妈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 早晚都会知道的 所以你早就想好了 你现在就想违约 你连房子也不要了是吗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不讲理啊 谁不讲道理了 当初要死要活要房子 现在得逞了 开始和我宣扬真爱了 我没有 我告诉你 婚人还没到期 离婚想都别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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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